各位朋友,礼拜三早上好,7月10号2024年 北约在华府召开他们庆祝75周年的祭奠 他的成员国31还是32个大家都参加 邀请了有些国家并没有参加了 而且因为最近政治选举变动很多 有些人还不一定继续执政 就跟拜登都是问题很多 不过拜登他的演讲活力十足 指责俄国,我们一定会阻止他 然后就提供乌克兰一些军援 各种各样的 同时在旁边这些很多他的外交 北约国的外交团队也跟川普的幕僚接触 我想这都是一个保险 因为假如你跟任何打交道 你不能只注重一方 压保压错的也不一定 不过川普对北约是没有好感的 因为主要就是说 他认为他们对美国 美国保护他们 他们又不出足够的钱 川普就拿钱来看 所以以后假如他当选的话 我们这另外的四点又是营销飞车 这个讲那一点真是不可思议 把他给out他又回来 让大家都不知所措 像我们这种比较 基本上是很坚定的不会选他的人 那可是也没办法 因为讲那一点真的选出来了 大家是这种意见 我们也没有办法 这就是民主选举 你也无可奈何的一些事情 不过话讲回来 基本上我是觉得一个国家的小民 你真的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你在心理上受到很影响 你的生活应该 当然有人说当他逮到你的 你就糟糕了 他有很多这是说的专制 我不晓得那么多人 假如每天都是生活在恐惧中 那是很糟糕的事 好 那美国的共和党很不像话 我昨天看那个直播 什么forbid的 我一表着他正好传过来 他们的共和党的领导一字排开 因为他们又要提那个 在投票的时候 要验证公民身份 他们说的很恶劣 说是共和党让非法 让不是公民人投票 这就是扭曲事情了嘛 你一看就知道 他们用这种方式扭曲 这个案子呢 讲起来就是美国投票的一个技巧啊 就是说你尽量让对方的选民 很难投票 在台湾也是啊 台湾有时候你要回去啊 你提供他们的巴士啊 火车啊 带他们回去投票啊 什么的 或者是就让他们不放假 就不能投票 在美国有一招是 因为美国人太自由 而且穷了很多啊 连身份证的人都没有几个 可是你看那些黑人 他生出来就是黑人啊 在美国深圳 怎么能否认他是美国公民的 而且美国也有说 你不是公民人 你投票将来会有重罪 所以你再怎么样投票 都有一个地址或签名式啊 可是这个就变成共和党 这个控告民主党的一个大罪 因为很多都很松嘛 你进去签个字啊 什么的 啊 这里面有递单 就研究啊 是偶尔会有一两个 这样子的 可是真的是一个 微到 微小到根本都可以忽视的 共和党就是说 不行 呃 这些人投票的时候 都一定要显示 他的呃 护照啊 身份证啊 那这样子 你看啊 很多这些少数族裔 穷的人 他根本都没有能力 他就不去投票 不能投票了 那这些共和党的 都是比较有钱的人 就得逞了嘛 所以他们这个 然后呢 用这种 哎呀 这个民主党让非法 就是一般头脑不清的人 就是 就是上他们 就是被他们洗脑了啊 实际上根本都不是这么回事 因为 有法可依嘛 你假如是违反的 可以捉力 可是不 目前不是那么严重嘛 很小的 哦 他们要提案 而且就是 权力都拿这个来攻防 你看那个记者会 啊 几个人都有头有脸的 都是用这种方式讲啊 呃 一种不实的指控对方啊 我觉得很偶心 那个 而且这以前也提过 可是在参议院被挡啊 因为众议院很可能过关 而且听说很多民主党的也赞成啊 不晓得他是什么压力 反正用这种 就跟移民一样的 我一直觉得 一个国家倒是 都是用选战的技巧来得胜吗 什么 就很没有意思啊 那这个议长强生 最近是一戏风花 他也蛮有形象的 又这个那个 也当了九个月啊 他在一个智库上演讲 这方面跟川普稍微不太一样 他意思就是说 美国 就是 怎样的 我们是世界最强的领导 世界要继续啊 同时又抨击中国 中国对世界和平威胁了 我们要对抗啊 所以这个 这在美国是显学了 民主共和都是一样的反中啊 这是没话讲 我们这个 这个 黄面孔子在美国 你都是感受到很大的压力啊 当然 我讲压力有点 也是有点过分啊 总是不舒服啊 就这样子的 好 美国的内政 这个德州的飓风啊 人没有死多少 可是他们的电力啊 让很多人没有电 讲那一点 我们最近也是跟朋友谈 台湾的安全啊 真的是不是 打仗啊 讲那一点的 很多战争 不一定要战争 就是你讲那点 战争上面活的人更痛苦啊 各种物质缺乏 死的人一了百老 这样子的 那这样这个飓风也是 你看他没有电 没有现在的 你说这些生活上的困难 可能很真的 就跟我看到袈裟 我真的觉得这些还 这个顽强的生存在这边呢 都是非常非常的感伤的感觉 世界各国对太空卫星啊 最近好像一窝蜂的 美国做加强 中国是很厉害 日本那时候也发射 他不过日本 然后呢 又看到土耳其 他们自己设计的卫星啊 不过他是靠美国的飞舰 在美国发射的 他们的东西 然后欧洲 也是不简单 他们有一个叫什么 Arian 6号亚利兰吧 听说5号失败的很惨啊 什么爆炸什么的 我没仔细查 我比较注意就是说 他们是在 法属 盖亚那 你想想看啊 我们一直讲说 世界国家什么都 那以前这些两三百 一两百年 他们就在世界 各种的占有土地啊 现在都还没有放啊 你说他们这民主自由 尤其法国 外面的属地一大堆啊 那英国 福克兰最有名的嘛 那美国也是一大堆 二次灾战 从这个太平洋岛上 一大堆他 他属啊 你有什么话讲 算不算殖民 算不算侵占 有时候想想看 这种战就是 俄国在哪边有占领啊 中国有 可是呢 被他们攻击得一塌糊涂啊 我也表示这个 假如你的思想的管路是 是往这个方面看的话 就跟盖亚那嘛 当然你可以说这些人民 因为欧美都比较富裕嘛 他们都不想离开 就我们台湾一直想要 呃 嫁住美国第五十一周的话 那这个梦想 这个你不同种族 他就很难嘛 就跟那个土耳其 想要嫁住欧盟 一直加入 土耳其有八九千万人啊 那假如照民主程序 这些八九千万就成了力量 所以你民主算人头啊 到时候你觉得 很多很多的不足的地方啊 好 波音公司啊 呃 他的又有一架飞机啊 前几天就看了 忘记讲啊 轮胎又掉落 他上一次是半年前吧 所以他说 是不是同样的情形啊 你看那个照片是楚慕清清 他从洛杉矶飞出去的啊 当紧急向一切安好 没有什么人员的 不过轮胎能够脱落啊 这个这是真的很奇怪 好 以色列这个在 他有的以前的安全人员啊 他就是又警告 因为这是他们的和谈 看起来是很有希望啊 可能再一两 再不久的就会这样子 可是呢 中间有一个是说 这个巴德斯坦 就是哈马斯的一个成员 他被关在这个 以色列间的 无期徒刑嘛 很多项 反正他 他是以前的卡桑米的一个领导 这位人兄啊 听说比现在这个 C万R什么的 更有能力 更得到这些巴德斯坦人民 他 假如把他给放出来的时候 他就是将来当领导 是不得了的 把哈马斯就 就是更 更会凝聚力量啊 这个 我不知道一个人 怎么会影响这么大 也是很 很讶异的啊 另外有一个 美国 欧美报道 说 以色列在世界上的 被反对的声浪 继续增加 他上面登了一个 慢腹啦 上面就是 呃 说这个要 呃 加杀自由 实际上我在洛杉矶 每天 高速公路上 偶尔也会有啊 就说这些 年轻人 就说有时候 你真的是 义愤填膺啊 就是 就是 当你不会去 用暴力手段 你就放个横腹吧 啊 我想这应该是最近的啊 因为这个一直有啊 这么 他们去年十月到现在啊 尤其是当他进攻 加杀之后 那个是残屋 绝人寰的感觉 好 另外一个战争是 乌克兰啊 这个很好玩 呃 有一个报道 当时就讲说 俄国缺少兵援 所以他没办法 大举的进攻 乌克兰啊 讲讲的 他已经占那么多的 还要进攻 因为波本来都是说 他认为会 会会 攻下好几个身 比如说 我一直很纳闷啊 他怎么不让乌克兰 打死这个 奥德塞 他攻下来的话 还有那个 卡吉 那个城 第二大城 当然也有人是辩解说 因为里面都是 俄国人多嘛 俄仪的啊 什么的 因为这次 他们的出师有名 就是说 保护他们这个 俄籍人 受到乌克兰的 略歧视啊 什么的啊 这样子 以人种的来 来做 那另外 当然也看到 这个我就不写了 因为 看起来应该就是 夸诈俄国说 一天打死了 这个乌军 那两千人啊 乌克兰也常有 这种报道 一天打了多少 俄军啊 我上次 昨天放了一个 经济学人 他的估价啊 说这个俄国人 可能死了 十万到十五万 中间 可是 大家都记得吗 泽丹斯基那时候 说前几个月吧 说乌克兰是 死了三万多 那一看就知道 不准了啊 好 还有一个 华尔街报道啊 说欧美这些武器啊 开得很厉害 很精准 用GPS 可是俄国人也很厉害啊 在战争期间 他就 发展了这个电子战 可以干扰 他的一个准确度 所以越来越没有效了啊 这个 因为华尔街嘛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登这个 大概当然就是说 乌克兰是一个无底洞啊 反正双方都是 卡在那边 不过拜登 跟北约 他们都不能让 俄国得胜啊 怎么叫得胜 他已经胜利的差不多 可是你要继续 用什么力量 那乌克兰最近 在北约 他也 哲雷斯也来参加嘛 听着私底下都抱怨 为什么北约不让他进啊 北约进呢 他就 他们叫出兵嘛 那问题是 人家不愿意派子弟兵 到你的战场上 你有什么办法 地方消息啊 前几天 去国旗日附近的时候 有一位 旅客 柳西兰的 在 那很好的啊 那个 那个北约都是很高级的 这个举止线的高档社区 被一个抢劫犯 然后 就打死一个啊 杀死一个 那这个抢劫犯被抓了 一发觉他是有案 案底的 曾经在洛杉矶这边啊 抢人家 牢利是手表 然后呢 因为 也没有什么嘛 就没有坐牢 又放出来 放出来 他继续抢 就上身了 所以我在想啊 这次选举 我不晓得 这位自由派的警长 会不会因此就被选下来 因为我们这个 我们尤其华人嘛 大概右派都比较多一点 常常就是对民主党的各种措施啊 大家踏法 可是民主就是这样子啊 你看到这边 住在这边 你这个再怎么样 只有这百分之几的人啊 别人 黑人啊 这些 这些西班牙人 他们有别的措施 他们得利嘛 那你只是看到一个 什么九百 那九百五十块是 最是笑话 每天就有人奔 因为德州是两千五啊 你都不讲啊 就是 讲那点你要踏伐的是 加州的警察 代工啊 他们不尽责任 只能这样子讲啊 他们少一次 多一次 少一次不 多一次不少一次啊 终于看到香港啊 他们人 今年的中秋节 我还没查了 应该九个月多 因为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十月一号 一九四九年嘛 一看跟北约同年啊 七十五年 所以香港的特首来说 在香港各个地方 免票都要免费 鼓励这个大陆的游客那边 去到香港就完 同时庆祝 这个 这个七十五周年啊 中秋节的附近 我不想那时候 你们去香港 大概会享受到很多优惠 还有一个报道呢 这个当对大陆 这个经济学人嘛 他说中国的冲锋啊 就一个月 大概百分之零点几 就是他们那时候 都是预计的高很多 所以你看啊 连这个外国的 这个精选英国的嘛 都报道这种消息啊 所以中国你可以感觉上 他有一种力量啊 在好像这个李强 还有一点办法 我当我们都要长期看嘛 不过他就是说 这些通通货什么都 都比预期的要低很多啊 对他们有利的 呃 中国有个人权历史啊 叫常什么 常伟生还什么的 他被判三年啊 然后被获释 呃 看到很多地方讲一个 中国的七零九运动啊 我当然也不熟 呃 德国大使啊 什么都发表纪念 听说是几年前 有一群人权律师在那边集会 然后中共就开始镇压 里面的参与人士 每个人都判刑 我不要对唐先生 是不是在里面啊 以前另外一个姓周的 好像被放出来啊 什么的 就中国这个人权上啊 你也很佩服这些 有这个勇气 牺牲自己的人啊 就是反正就是 一步反顾 可是问题大事这样子 呃 目前看讲啊 没有人头落地 可是也都够呛的啦 就判个那么多年 不过有时候比较欧美的 好像这些人的 刑期还比欧美啊 不是 就是都是不好啦 不过就是说 有时候在你看到 俄国啊 什么的 一判就十几年 二十年 各种各样的刑期啊 中国还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说 有几个要检单位啊 说他们 华尔街 呃 纽约时报说 中国理工学院 有23个人都有要检 结果呢 被放行了 东京奥运的时候 他们就出来讲说 他们的方法 各方面都是得到的公正的啊 这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这个事情 不要会不会过啊 因为总是会被人家讲啊 因为中国那时候就讲说 他们吃中药啊 各种各样的理由啊 不过问题就是 这个游泳协会 他们 是负责的机关 他说可以 你有什么话讲啊 好 看到一个医疗上 日本的梅毒啊 增多 实际上也没多少人 几千人 因为日本有上亿人啊 不过这个梅毒啊 因为对胎儿有害啊 而且就是现代的人 年轻人啊 对这种性的解放啊 什么的 大概就 也没有这种知识 以前大家是讲 艾滋病啊 那是最可怕 你得了 好像看起来 艾滋病没有人讲 倒是梅毒 梅毒的这个小孩子 身上来就 删肠啊 什么的 生残啊 什么的 就是社会很大的负担 最后呢 讲两个财经上啊 也是一个 我们平常投资啊 看到朋友都要小心 不过这是第一个是啊 一个 有四五千亿的一个 投资公司叫 卡利啊 假如你读财经 可能知道 我从来都不要 因为 他在华尔街 他到处 成立了三四十年啊 到处找这些 有潜力的工资收购 然后再怎么样 他呢 那时候就看上了 一个Santa Monica 的一个化妆品公司 他 这个也是做 他叫做 Kitchen 什么Counter什么的 一下我 我就忘了 反正我的记忆力 比这堆还要差 那不管怎么 他们就收购他 拿 花的大概六亿 四亿还六亿 把它买下来 这个当初是一个 李氏啊 他发现的 他当初就拿了 好几千万 所以李要龙门啊 他是总部在 加州的洛杉矶 Santa Monica 然后呢 做了几年 因为那时候 预期他都是增长嘛 他就是一个 直销的形式 你保署会啦 就跟这个 Mary Kay一样 Mary Kay是老牌的 那他这个新稿 这个用 因为女人都要化妆保养嘛 他有一系列的 让你觉得 那个 最好说 女人这个保养很重要 不要去 什么打 打这个 Boltek 用这种保养品 最好说 是一个比较 成功的方法 所以他会员很多 他里面讲一个在 Tenna City的一个人 Lashware一个女的 也是很年轻 有四五六个小孩 他也是一个传销高手 他手下有四五百个下签 一年可以收入将近二十万 然后呢 后来这个公司的 整顿不成 急速下滑 会员少 大家就不干 而且他后来也改变 你拿这个 Cognition的方法 所以越来越糟糕 他们就宣告 倒闭了 所以这个投资的 四亿元就 无招 然后这些 里面的员工啊 都失业啊 干什么的啊 最后还讲一个 华尔街上讲 有一个 Hardell毕业的一个人啊 四十多岁 他啊 在华尔街那边上班 这个投资公司啊 他有一天呢 他也是一个名人啊 也是一样 长得也很帅 跟他讲 他知道 Warren Buffett的一个 一个投资的秘诀啊 他说怎么样可以找得到 所以你们来投资 你将来可以 一年可以有 上千百 十几倍 one thousand percent 到十倍以上的回收 我们平常说回收 百分之十就偷笑 百分之二十就不得了 一般的银行利息 百分之二 百分之三 什么的 百分之五啊 所以呢 他就 到处游说 他的同学 他同学讲 他有正当职业 收入那么好 怎么 而且投资也不过 十万左右啊 有人就投资了 投资都 当然后来要报表啊 要干什么啊 他就是百方拖延 后来呢 纽约市 把他就起诉了 听说他骗了三十多个人 当然也没有多少钱 几百万的啊 不过里面有一个人啊 投资十万 血本无归啊 居然就自杀了 所以这位人兄啊 搞不好也判一个这个罪名 所以我们说 所有的事情啊 大家都要小心啊 各种的投资 当人家要你把钱 从你口袋拿出来 你一定要慎重 跟有经验的人谈一谈 好 就这样子 拜拜 拜拜